你剛剛在指說 你剛剛 我要補充的是你剛剛說的 就是說爸爸已經沒有能力了 那有什麼好吃醋的 他那個什麼 尿尿大便 都要人家處理 我跟你講 剛剛大米金說了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說 即使老夫老妻 他們可能沒有愛情 也沒有情慾 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親情 他們已經是家人 而且是最親密的 最緊密的那個親情的關係 所以他們是已經是共同體 是連體嬰的 即使他的爸爸對這一個看護很依賴 可是他心中還是有他媽媽的 那個位置的存在 瞭解 也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 自從晚上說你們還在聊天 後來那個有收斂嗎 有 看護後來就少講話 人家看護很懂得看也行 就泡完藥就不太講